文綺華 她是明星小狗 Choco Choco其實是我的小狗 她今年已經12歲 她應該是伯伯 但她仍然很活潑 她仍然很活躍 她是CoCo 他是Poodle來的 為什麼?不像 他是Poodle來的 因為他的頭大了一點 但其實他是Poodle來的 Choco是我 當年追求我的時候 送給我的聖誕節禮物 大概已經12歲 我是Vincent 他是Vincent 他是演員 他也很喜歡寵物 我本身就很想養貓和狗 但是我就 敏感 還有有時經常都可能離開家 還有就怕他們 我沒有時間照顧 所以我就盡責不養 養朋友的小動物 其實我覺得養寵物 也是一個責任 可能有時候人們上班很忙 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我也覺得寧願不要養 因為養寵物 就好像你自己一個很寶貴的東西 你不能夠不理他 因為他們都需要很多的愛 就好像我都教我兩個小朋友 因為我兩個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Choco已經在這裡 所以Choco是他們的大哥哥 所以那時候我都已經教育他們 如果你們養寵物的話 一定要有責任心 你們照顧他們 不能夠什麼都是媽媽做的 如果你們要養 你們就要負起這個責任 所以現在慢慢教育那些小朋友 他們都會幫忙 撿一下泡泡 擦一下Vivi 有時候餵他們吃東西 都是從小的訓練都要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辛苦來的 我兩個兒子 其實他們都已經很乖 所以都不是令到我 有很多的心力或者神力 要去管理他們 不過當然他們越來越長大 他們的階段都不同 我都要教育他們不同的東西 而養小狗我覺得 責任心是很大的 因為你有很多愛心 你有很多時間 是不同的東西 不過我都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很有愛心 就是都很 很無愛氾濫那種 所以我對我兩個小朋友 和對我的狗 我都是用盡我一百分的愛 去照顧他們 其實我對狗的敏感 是低於貓的 其實我突然之間 我之前和我家人住 其實都有養寵物 但我就飛了去加拿大獎回來 然後突然間就產生了 這個很不開心的敏感 我自己本身就沒有養 我有吃藥的 我之前吃過是就 沒有那麼癢 那些 但我又不想 因為這樣就不想 被狗狗或者貓貓 躺在我的床上 那我就選擇 先不養著 就和朋友的小朋友 朋友的動物一起玩 是開心一點 因為我沒有摸完牠之後 再擦眼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未必 有時候敏感 不是就是毛 其實是口水 那你摸完牠之後 你不要擦眼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 所以 OK的 我有和狗狗和媽媽拍廣告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總之我做完之後 就 明確我洗手 就可以了 我們希望有音樂上的合作 我自己本身讀音樂的 想探索一下不同風格的音樂 把中文和英文混合在一起 看看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產生出來 其實我現在呢 剛剛幫ViuTV拍了一部劇 也是客串 飛黃騰達 但其實我自己現在都做多了一些幕後的事情 我就是一間娛樂公司 現在就打理一間娛樂公司 希望可以繼續努力發掘更多的新人 去栽培他們 去培育他們 希望香港的娛樂圈 可以繼續有一些更多的不同的年輕人 或者年輕的妹妹 他們都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他們在娛樂圈發展 這也是我希望可以接下來想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好Vincent 謝謝 我們大家都看好大家 會有些人做得到嗎 會 一定會 一定會 接下來會有些事情 想著跟Vincent一起合作 是唱歌還是演戲 唱歌 唱歌 我比較有把握 我們做一些安全一點的事情 之後就做一些誇張吸引大家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其實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男生也有很多不同的市場 所以我們都希望可以 又有男的新人又有女的新人 可以令到這個娛樂圈更加發光發亮 其實我昨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我昨天就做了一個 Business of Design Week 有講了AI 其實有AI跟藝術很容易合得來 我們做 有可能做音樂 做畫劇等等的東西 可以融入AI 其實有很多 我們本身有可能不懂的東西 可以靠他們去幫忙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取代真正的 做音樂或者做藝術的人 因為始終都要人的觸覺 才可以令到那件事更有藝術感 我自己覺得其實AI已經是大趨勢 無論各行各業都是 我們唯有只有接受 然後怎樣將AI轉變成為 可以令到我們更加方便 或者如果可以的話 有機會的話 可以用AI賺到錢 可以做更多不同的工作出來 這個都是我覺得 接下來的趨勢 其實現在很多 我都知道很多音樂上的東西 都是用AI 或者可能已經有一些AI的明星 都很受歡迎 在網上 所以我也覺得 我們接下來 都可能有機會 會調整這個方向去發展 也不排除有很多 有這些AI的類型 科技的東西會合作